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红烧黄花鱼 黄花鱼最好买这种新鲜的冷冻 您看这个黄色比较多一点的 第一种方法清理呢 这个鱼鳞是用手的指甲背来清理 第二种方法是用这种带锯齿的这样的刀 比较简单,尤其我们在美国 钓来的新鲜的鲤鱼啊 这个鲁鱼啊等等 我们都在钓鱼塘旁边就有这种清洁的地方 清洁台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小刀具来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这种专门的去磷器 这种去磷器当然就是更方便了 而且非常便宜啊 我们用它来清理 刮掉这个鱼鳞 您看刮完以后 鱼身啊 鱼皮鱼的皮肤非常光滑 一点都不会破损它的鱼皮 鱼皮非常保留的非常完整 您看这鱼鳝特别的新鲜 很红特别的新鲜 好了 然后呢我们从底部用剪刀把它或用刀子把它拉开 然后呢我们从鱼鳝处连鱼鳝在内脏一起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取出来以后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些鱼籽我们还可以保留 然后在鱼鳝部的皮肤处还有很多的黑色的筋膜我们要把它去除 一定要清洗干净 内糖也要清洗干净 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保留一些鱼油 您看这就是鱼油的地方 这个鱼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吃的深海鱼油 黄花鱼呢是深海鱼当中仅次于秋刀鱼 DHA含量第二高的一种鱼 可以说非常高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吃黄花鱼一周吃两次为最好 我们清理完之后呢 用小刀在侧面鱼身处拉上两刀 这样呢更容易入味 然后我们打散一个鸡蛋 搅拌成鸡蛋液 接着我们在锅中最好放这个猪油 猪油炖鱼是最香的 而且最能去除鱼的鱼腥味 好 然后我们裹上两面和内糖都裹上鸡蛋液 然后把剩余的蛋液呢也倒到鱼的 鱼身和内糖当中 在煎鱼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随时晃动晃动煎锅 我们把鱼身反过来煎至金黄 接下来我们准备用手啊 用刀背拍这么五六瓣蒜 把蒜放进去 接着再放花椒 放这么七八粒花椒 然后呢再放五六个大料 五六个八角 接着再放一点葱 我是自己种的葱 特别葱油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我种葱的视频啊 然后再淋一圈料酒 多放一点料酒 去腥味 再撒一些白糖 然后淋香醋 最好是卡索这种意大利香醋 特别好吃 然后淋一小圈老抽 上色 大火 一定要大火炖鱼 大火炖鱼才香 最后淋一点开水就可以不要多 鱼身给它都浇一点啊 这个汤汁 不要铲啊 大火 一定要大火 盖上锅盖 这样 红烧这么 几分钟就可以 倒汤汁 差不多收干 然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您看看这香喷喷的 黄花鱼 DHA含量最高 仅次于秋刀鱼 而且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污染的 几乎为零啊 重金属 非常健康 好了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